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莫乃君 上期刚聊完Victus的V20D 说很期待接下来推出的VR2D 很快啊,它来了 先说结论,无论是VR2D还是V20D 其实都有前代V151的影子 但这两款产品在风格上完全不同 可能VR2D会更贴合国内球迷的需求 先看面胶,VR2D终于一改两位前辈不敏感的面胶风格 真的是一拆封就能感受到面胶强烈的颗粒感 抓球能力的强化对于很多无赚不欢的人来说 绝对是一大喜讯 持力方面,VR2D没有像VR2D那么激进 整体风格偏向于V151的长且密 能够提供充足的形面空间 再配合抓球不错的面胶 显然是偏向于实力的阵地战风格 海绵这一块依旧是大孔蛋糕 VR2D虽然与VR2D均为Double Extra规格 但海绵硬度稍低为50度 不过因为持力结构的关系 VR2D在整体硬度与重量都很接近的情况下 击球手感会更硬朗一些 扎实感也要更好 实际表现呢 如果说VR2D是好玩 那VR2D就是好玩又好用 它更像是在维持了V15E稳定忠实的基础上 强化了整体的抓球能力 打起实力球来心里要踏实的多 但强化的并不夸张 防守的稳定性也基本能达到V15E的水平 力量感也要明显强于V15E 这肯定是大家很乐意见到的 毕竟底劲这个东西嘛 我可以不用 但你不能没有 对吧 真退台了 谁还没有浪迹版的梦想呢 另外咱们可爱的尼瓦老师 已经把打了6年的V15E换成了VR2D 可惜这次视频赛 没能看到尼瓦老师的身影 但不妨碍 VR2D正式登机Victus返交期间的宝座 OK总结一波 如果你正在使用V15E 想强化弧圈质量 那大可入手VR2D 如果你觉得V15E还不够浪 想继续强化打冷板的效果 那不妨考虑一下V20D 莫奈君觉得吧 国内大部分球迷还是质量优先的 VR2D的整体素质 可能更贴合国内球迷的需求 OK Victus这款VR2D 咱们就先聊这么多 以后肯定还有机会更深入的聊 那视频最后 长按点赞好名三连 我是你们的莫奈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